法国教师、公务员、计程车司机、医护人员以及农民等多个工会 26号进行大罢工 大约560万人走上街头 抗议不满工资没有调涨 农产品价格持续下滑 以及政府无力处理手机叫车服务等问题 当地媒体估计大罢工行动影响法国机场超过50%的航班 部分学校因此停课、交通也瘫痪 有蚊子传播的债卡病毒冲击着巴西等美洲国家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消息指出 这病毒有可能通过性接触传播 目前已经发现一个疑似病例 但还需要更多研究来确认性交传染的说法 债卡病毒导致婴儿的小头症 早前塞尔瓦多当局 促请妇女两年内不要怀孕 掀起一番舆论批评 亦频频堆满空地上的各式各样养酒 无论等级多高档或昂贵都即将被销毁 配合一年一度的国际海关节 巴基斯坦海关人员26号 在空地上使用压路机 压回数以百计的非法走私酒 同时烧回走私到该国的毒品